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今天算是受难俗佛节节前的一个星期 我们叫圣周 也是等于发生在耶稣丁十字架之前的 好像就是这个阶段的时间 所以今天查这个经文是有它的意义在 我给他一个题目 叫群摸乱雾 为什么给他这个题目呢 你看下面有四种人 都是出现在 等一下要读的那些圣经里面的 我们先来看 祭司长长老和文士 这是要在前面十一章 那在那个路加福音 应该是路加福音 就是说这个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地方 其实是跟十二章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祭司长长老和文士 先来 耶稣就没有回答他 耶稣没有回答他 就反问他一个问题 就问他 你说约翰的十里 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地上来的 那些祭司长长老和文士 有没有回答他 没有 不敢回答 为什么不敢回答呢 因为说 假如说 施洗约翰的十里 是从天上来的话呢 就有人怕 怕人问他 那从天上来 你为什么不信他呢 然后呢 假如说 从地上来呢 他们又怕百姓生乱 因为百姓以约翰为先知 这是上面十一章的一种情况 不过呢 后来 等一下我们会读一段经文 耶稣还是回答他们 但是不是回答他们的问题 是来提醒他们 警告他们 等一下我们来看 不过呢 有第一批人 是找耶稣麻烦的 就是祭司长 长老和文士 换句话说 耶稣钉十字架之前 去见罗马兵钉之前 其实就有好多人 围着他 要拿他的把柄 那这是除了祭司长 文士长老之外 还有后面呢 马可福音十二章 十三到十七 就是讲几个法利赛人 和几个西律党的人 那他们 是问什么 等一下我们会读一些圣经的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做什么呢 他就说 关于要拉税给盖撒吗 这一段 然后耶稣就叫他拿个钱币来 然后就告诉他 你看看这个钱币是什么 这个像是盖撒的 耶稣就说 盖撒的经该归给盖撒上帝的就归给上帝 这是第二段 这个是很明显的 可能当时 因为你订耶稣十字架了 其实是没有罪名的 没有罪名的 大概我想 猜想 当时的人 在耶稣身边 这个倒缠着他 可能尤其是这个问题 真的要想找一个把柄 来定耶稣的罪 因为这个是背叛的 假如答得不好 就是背叛 背叛了该撒 或者说这个宗教的领袖就可以有把柄了 第三段就是撒都该人 撒都该人就不信复活的 他们不信复活的 他们就用关于复活的事情 来问耶稣应该怎么办 这是关于耶稣的信仰上的挑战 等于上我们会读了那段圣经 第四个就轮到文士 你记得上次 我跟大家思想 叫进出耶路撒冷 整段就是讲进进出出耶路撒冷 这次的一个重点 就是要好多人来到耶稣的身边 第四种就是文士 文士来到耶稣身边 是一个好平常的一些对话 不过好明显 耶稣在后面 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 就说对门徒说 文士你们要防备 你们要防备 换句话说 这四种人都带着问题了 来到耶稣那里 好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了 他们是从各方面来 目的是要陷害耶稣 或是改变他 要他的信心动摇 要扬乱他对父神的忠诚 这个是四种人 轮流来到耶稣面前的他们的目的 那今天呢 我们这段神经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意思呢 今天呢 我们身边没有祭司长老文士 我们身边没有法利塞人 撒杜盖人 没有这些 不过呢 有这些人的特征 其实这些人的背后的 那个俗灵的权柄 或者说他们背后的那种撒旦的权柄 其实到今天呢 还是一样的 他们呢 还是同样的来我们的身边 来扰乱我们 就是挑战我们的信心 挑战我们对上帝的效忠 等等 所以这段神经呢 这四种人呢 他们的情况 是值得我们今天晚上 好好思想的 否则的话呢 这个是两千年前的事 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但是呢 再说 那些人 刚才那四种人 背后的那个灵 那个抗拒的灵 到今天仍然是一样的 好了 我们来看这段圣经 这段圣经呢 我们太长了 我们是 有没有看到王寺的下面 从元祖 我们单单读 下面那一段 我们一起来读 好吗 一二三 元祖还有一位 是祂爱子 末后又打发祂去 意思说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那些原物 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 产业就归我们了 于是拿住他 杀他 把他丢在外 这样 葡萄园的主人 要怎么办呢 他要来除灭 那些原物 将葡萄园 给别人 这段圣经呢 耶稣就用北域 对他们说 那个他们是谁啊 刚才我讲过了 是十一章的 祭司长 长老和文士 是不是啊 首先他第一节了 你就不知道 他们是谁了 所以我在说 刚才应该是 路加福音前面 就是讲到 祭司长 来挑战耶稣的全病 那件事情 这个他们 就是 祭司长 长老文士 那耶稣没有回答 他们的问题 我将就什么 全病做这事 但是耶稣没有放弃他们 把他们的 面对的危机 来告诉他们 他们就像 那个 原物 原物 那个 整个故事是什么呢 讲到原主 到外面去了 就把他的原 葡萄园 就给了一些原物 来看守 来栽种 然后呢 到时候就回来 拿一些果子 是这样的 所以呢 其实 你看 你看那个 地到了时候 打发一个仆人 到原物 哪里 要从原物 收葡萄园的果子 他并没有说 要收什么 多少钱 他没有说 收猪 什么什么 他是收 果子 但是呢 他们的仆人 一个个被 打发枪 被杀害 最后 连那个 原主的 儿子 也杀了 所以呢 耶稣呢 是用这个 这个比喻 来 警告 那些祭司长 长老 文士 你们就是这些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一听就明白了 下面呢 我有没有 应该没有 下面呢 就是人一听就明白 耶稣的讲些什么 所以他就离开了 所以呢 那个祭司长 长老 文士呢 是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今天呢 今天也有这种情况 代表了 一群 配着 宗教敬虔 外衣的人 却一直 直读耶稣 要找把柄 陷害耶稣 注意的就是 那些 宗教 坚勤的 一些 外衣的人 他们挑战 耶稣的 主耶稣的 全病 你凭 什么 做这事 做那事 你凭 你占做 什么 全病 今天呢 其实这个 一直都在 我们基督徒的 里面 常有的 一种 争战 究竟 你今天是 占做 什么 全病呢 有些人 是凭 自己的 那种的 才能 他的地位 钱财 甚至 恩赐 都是 凭着 这些 来 工作的 他们 不一定 觉得有问题 不过 世界的 我们 基督徒里面 你知道 那个 祭司长 长老文 是宗教 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 我不舍 你们怎么 想 就算你是 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会 有意无意 里面 我希望 我能够 完成 这个事情 我希望 我能够 藏着 我的 能力 能够 完成 一些 的事情 但是 其实 你看圣经 你看圣经 的话 这个 瓶 尤其是 新约的 圣经 我凭什么 比如说 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 耶稣基督 并他的 钉十字架 就是 他就凭 十字架 他不是凭 自己的功劳 自己的行为 尤其是保罗 对这个 特别敏感 他说 我们 行事为人 不是凭 眼见 来是凭 做信心 这个是好重要的 一个有信仰的人 他要知道自己 凭什么 也是保罗讲的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 能够成就什么 记得这段圣经 我们能够承担什么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所以 这个是 永远在我们里面 有一种的张力 有一种张力 我们常常都想 我要凭我自己 能够建立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呢 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 因为你了我 你们不能做什么 这种都是一种争战 你是否能够让你自己一无所有呢 你是否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完全没有依靠的地步呢 你必须要依靠上帝才可以过的 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 讲我们 所以有人说 在教会里面讲信心 传道人牧师在那 我们要有信心 有信心 但是呢 那是坐在上面的人都会 心里面会 会想啊 这么一步说出来 哎呀这个我已经OK了 我的银行的船节已经够了 坐在那里吃一生的了 我们的房子都有 所有的alarme都应该都OK了 我们种种我们都已经 把一个篱笆围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了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尽本分 尽本分是应该的 每个人都应该尽本分 但是问题在于 你是否愿意把你自己放在一个 无能的那种警方当中 老实说 我就觉得我无能了 不是我 我怎么样 我把自己放在 昨天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 行政会的时候 我们真的到最后都没有办法 我们的经济的情况 你怎么想都没有办法 到最后只是说 哎呀我们尽力来做了 我们尽力来省钱了 我们尽力来怎么样了 到最后我们都没有办法 所以呢 其实不是昨天才这样 我们几十年都面对过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你掌握不到的一个情况 所以不是做你能够做的事 你能够做的事就不需要信心了 因为你能够掌握 但是有好多的事情呢 都是在你能力以外的 但是确实好重要 所以我希望了我们 我们在这种仗力 仗自己的能力 跟仗着上帝的能力 我们需要做个清楚的选择 很感谢主 当昨天我们讨论完没有结论的时候 因为我们发心水啊 原来不适合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同工分开有几个等级的 不是分等级 不是分阶层啊 我们谁的生活比较 必须要立刻发心水的 他就第一级 有钱就倒是一定要给他了 不给他他没有钱交注了 第二级呢 就是比较好一点 但是都是属于 头三个级都是属于紧级的 那好像我呢 我是最后的 所以我太太说了 当我拿到薪水的时候 表示脚生的财政OK了 因为都已经轮到我了 昨天是在 这个Atlanta说 有九个level啊 八九个level啊 你知道我们的财政有多困难 所以昨天开完会 等于没有结论 不过呢 当我开完会 我猜信的时候 好感谢主啊 我们收到一张三十万的支票 感谢主 真是感谢主 这个是真的上帝的供应 让我们看到 其实当我讨论的 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 其实那个信封 已经在我坐纸上了 我只是没有菜而已 真是好奇妙了 好奇妙了 顺便我讲一个小故事 让你们听 这种故事 在脚生几十年了 就是好多好多 大概是1997年啊 这个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 脚生从来没有安定过的经济 那个时候我们想 哎呀怎么办呢 这个每个月这样不够 那个时候还要 还要节扣发薪水 现在没有 好多年没有了 从1997年到现在没有 以前都是节扣发薪水 那天啊 我们开董事会 我就开 我就跟董事讲 我说我们一定要 找一个基金 那个基金呢 就是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 从那个基金拿钱出来 发薪水给同工 那些董事 广东话说凹头啊 这个就是怎么办 你每个月都不够钱发薪水 你现在要说有一个基金 一个基金 你起码两百万啊 才可以有个基金啊 因为你用历史来 来发薪水嘛 一定要有某个数目 你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记得那天 那个董事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也是没有结论 那个经济问题都没有结论 你有能力就不用谈了 你没有能力 谈多少都没有办法 那天同样的一个情况 就有一堆信在我前面 他们在讨论来讨论去的时候 我就 我提出来了 他们讨论来讨论 我就有空了 我就猜信了 就在那里猜信了 猜他有封信 是我早几个星期在一个宣论堂 在柳爵士一个教会 我在他们的夏令会里面讲 关于腓立北基金 我的message就是说 你今天你不效法腓立北教会 爱神的仆人 腓立北教会对保罗很好的 所以我说假如你今天 你不爱你的仆人 神的仆人 你将来就没有仆人 今天教会的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中国的教会 从来没有珍贵传到人的 我就讲这个信息 我说我们希望有一个 我们脚身的同工也是这样 好难得有些年轻人 愿意投身脚身的事工 但是其实真的好困难 我就说我们希望成立一个 腓立北基金 就是提过一下这个事情 结果那天我就收到封信 是从那个大会的一位听众寄来的 他说老牧师 假如你真的成立这个腓立北基金 我会把e-sport委那层楼 我会把它卖掉 那层楼我占三分二 我的姐姐占三分一 我会 姐姐都听她的 所以她卖掉 把三分二来奉献给脚身 我拿到这个信之后 我就不用讨论 他说你假如抢你这个腓立北基金 我就奉献起码 要得动脑的三分二 你说这是奇妙 昨天就有些类似的情况 这是好像圣经讲了 在山上耶和华必有预备 这是什么 耶和华以乐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要小心在我们的里面 常常都有一种的张力 祭司长文士长老跟上帝的权 你仗着什么权并做这事 你今天你凭着什么来做这事 我们要问我们脚身 我们是凭着什么来做这事 你凭着人家的奉献你就死了 你要想 等他想起来 他又有钱 没有钱想起来也没有用 好了 想起来也要他舍得 他要奉献的心 他想起来有钱 没有一个愿意的心 也没有用 想起来要有钱 要愿意 还有时间 有时候忘记了 太忙就忘记了 好多城 才到 去到邮政局里面 把他放到邮局里面 靠人好了 所以这几十年 我们无论是金钱也好 无论是做工的能力 做工的智慧也好 你仗着什么权并 你凭着什么来承担 这个很重要 我写了个社论 我写了三十几年 不是写得很好 不过每次都完成任务 有时候我看自己的文章 这是我写的 真的是我写的 朦朦朦朦朦 记得这是我写的 那写得不错 就是有这种情况 有这种情况 这是上帝给你智慧 给你能力 来完成 一件又一件的工作 这是纪师长 我们要小心 但是纪师长是什么人 纪师长是被戏绝的人 纪师长老文是 他们在恩典之中 因为他们曾经被原主 来分派原装给他们 他们是上帝 就是说原主所拣选的人 给他一个葡萄园 让他们来生活 来栽种 但是他们却在上帝的恩典中 堕落了 在恩典 一个仗着自己全病的人 是很容易会失败的 因为当他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没有一种能力 来依靠上帝 所以他们是被弃绝的 好 我下面有红四字 等我休息一下 让你们来讲 下面说 有没有想起什么人 曾经在恩典中被弃 堕落的呢 好多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第一种人 他本来是要挑战耶稣的 但是耶稣警告他们 你们 你自己要小心 我不回答你 但是你自己要小心 你就是那些 那些原物 杀害 主人 儿子的原物 好 这是我刚才 有两段圣经啊 一个就是以扫 下面撒姆尔记上 十六章 就是扫罗 我们不读了 好 那第二段经文 第二段经文是讲什么呢 是讲纳税给该杀 可以不可以 我们单单读那个王室的字好不好 一二三 纳税 可不可以 我们该纳 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试探我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他们就拿来 耶稣说 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是该杀的 说该杀的物当给该杀 上帝的物给神 他们就很稀奇他 好 这是他们的动机 是很清楚了 他们动机是要找耶稣的把柄 那这次呢 耶稣是回答他 但是呢 回答得好有滋味 他们他没有说 我们要纳税给该杀 那他说等于他出卖了自己的国家了 其实呢 上帝的儿子呢 也不需要纳税的 所以他假如说要纳税给该杀 他就被trap了 被一个陷阱 都是等于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了 上帝的儿子是不用纳税的 那 而且呢 假如他反过来说 我们不要纳税 不需要纳税 他就 就是背叛了 杀该 该杀 两个都 总之一 该杀杀该都一样了 很容易 所以呢 耶稣就回答得很有滋味 这个呢 对于我们来说 这几个法利塞人 跟希律党的人呢 他们想用耶稣所讲的话 寻找把柄陷害耶稣 他们的问题是 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 关于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 你对神忠诚 还是对该杀忠诚的一个考验 刚才讲 这样做什么 权柄 凭什么 这里呢 其实是 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说呢 就是要分清楚 究竟你侍奉神 还是侍奉马门 你侍奉权力 还是忠于上帝 我们其实不觉得这个有问题 这不是问题 我们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好多无神的国家里面呢 共产的国家里面呢 就面对这个问题 好多基督徒都面对这个问题 你要忠于上帝 还是忠于那个政权呢 其实现在那个 这个香港呢 也是面对这些同样的问题 那所以呢 这是一个对神忠诚 还是对该杀忠诚的一个挑战 耶稣回答了他们 但是呢 今天我们应该也要重视 解决圣经 该杀的 归给该杀 属神的 归给上 其实假如每个基督徒 都明白这段圣经 教会一定信我 是不是 我们把所有关于上帝的东西 上帝吃我这个生命 上帝给我的所有财富 上帝给我很多的聪明智慧 我就归给上帝 你想象一下 教会每个人都这样 上帝的归给上帝 教会完全不同 不过这事确实是 有教会以来 都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耶稣的回答 其实是好直接的 该杀的 归给该杀 上帝的归给上 清清楚楚 所以 大概 大概是那个门徒 在旁边 领会了这句话 你看有一节圣经 后来 第二中间 后来的门徒 也是如此的坚决 在那个初期的教会 当那些人来 挑战他们的那种立场的时候 他说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使徒行传 五章 二十六 三十到三十三 然后呢 上面 因十句架 因这十句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十句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定在十句架上 事实好鲜明 这个立场好鲜明的 谁讲到后面这句话 保罗讲的 就我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 而论 世界已经被钉死了 换句话说 世界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已经被钉死了 那就世界而论 世界也不会得到我 因为我已经被钉死了 是这个意思 这是好清楚的 这个立场非常的鲜明的 你知道当读到这个圣经 我想到谁呢 想到宋相杰 想到宋相杰 宋相杰是福建 福教人 他是在纽约读神学的 在Ulin Theology 这个神学院 因为什么原因呢 他被关在神经病院 他在那里读了好多圣经 然后呢 他后来回国 回清化 在乡上 他就坐轮船过去 他就在回去的路途上 宋相杰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他就是被人解圣经 他说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死了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死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就把他的金钥石 就丢在海上 然后就留下一个文凭 作为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证据 这个是他的 所以他后来上帝很用他 很用他 真的 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的摆上 有人形容他是两头燃烧的蜡烛 这个 怎么讲呢 今天我们稍微拼命一下了 都被人劝告 老牧师 不要那么辛苦了 差太远了 跟以前的传道人差太远了 他两头一蓝点的 差太远了 但是我不是说 跟我讲这个话不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对我好才会这样讲 但是也反映出一种的情况 今天的教会的那种的熟灵的程度 我们可以为世界做 我们为世界可以摆上好多 但是好多时候在熟灵的事情上 我们有太多的暴力 所以这个阶段圣经也提醒我们 神的物当归给神 我觉得这两朵圣经呢 真的可以值得今天的教会好好反省的 顺从神不顺从人 是应该 我希望这个成为我们的帮助 其实再说 这些都是一种仗力 永远在我们的里面 一种仗力 你是否想安乐一点 你是否要拼命一点 其实都有一种仗力在那里 好 我们再读第三段 第三段经文 我们从耶稣说来开始 一二三 耶稣说 所以你们错了 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神的大能吗 人从死里复活 也不娶 也不嫁 来像天上的死者一样 论到死人复活 你们没有练过摩西的经济书上 所在的吗 神对摩西说 我是亚伯拉侃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你们是大错了 前面呢 是撒都该人 问耶稣关于复活的事 他们是聪明不信复活的 撒都该人不信复活的 但是呢 他们不信复活的事 来问耶稣 他们以为这样说 就是关于复活的 那个人死了 撇杀妻子 没有孩子 他兄弟娶了他 为他哥哥生子利好 有弟兄亲人 一个一个谁是他的 谁是他的丈夫 都去问这些问题 那耶稣就很直接的 而且好严厉的 来回答他 所以这个 第三种人呢 是属于对信仰上的挑战 对信仰上的挑战 在信仰上呢 有很多时候呢 你都好像前面那个百事纪 你解释不清楚的 这个属灵的事情呢 你不明白的 不了解的 所以呢 你假如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是很难回答 复活是怎么样呢 其实那个 复活的事情呢 刚刚是复活节了 复活的事情呢 对我来的是 我的信仰里面 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困扰 就是关于复活 其实你在想的时候 你会越想 越会寻找 越会觉得很 真的不晓得怎么回答 永生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天天在唱歌 同样的一个问题 永生是怎么样的 我以前的太太 我见到我太太 将来在天上 我会跟她再见到面吗 再会很好吗 有人真是问 Billy Graham 是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 接取的号角 就有Billy Graham的回答了 回去看看 这个都都问这个问题 所以对于永生 对于将来永恒 我们真的好多事情了 你很难用你的理性 去回答 所以这是一个 对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挑战 不但是复活的问题 其实有好多的事情 是我们都不了解的 老实说 假如你要用今天的那种理性 去回答树林的事情 你一定有问题 我的面对是怎么样呢 第一 一定是靠上帝的怜悯 我怎么来购父呢 我应该告诉过一些弟兄姐妹 我当时我信主的时候 我什么都愿意接受 都愿意相信 就是偏偏这个永生 这个道 这个应许 我不是不信 我是信不进去 挡住 信不进去 就是好像那个父亲说 主啊我信 但我信不足 不足就是达不到 我就是那种情况 但我没有放弃 我有一个看法 我自己很有限 我连世界的事情都不了解 我怎么能够了解天上的事呢 所以我从来不会要求我自己明白天上的事 但是我希望上帝给我一个把握 给我一个答案 所以我还是尽力去祷告 尽力去寻求 有些人听过了 我再多讲一次吧 我怎么go through的呢 其实甚至上帝多重的怜悯 就在一个时间 在某一个时间里面 我就看到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 它很好的 它是从我的理性上 我的理性上 帮助我来 稍微有些建立 有些帮助 那篇文章怎么写的呢 它说 上帝把永生 把永恒 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 我觉得这是对啊 每个人都有永生的盼望 每个人都有永恒的观念 人死去 跟一个猫死去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人有灵魂的 有将来的 所以我自己相信有永恒 就是说有一种永恒的观念 比如说人老了 看见那个夕阳 他会叹息的 他会觉得夕阳无限好 只是禁王分 这种只是的 就是这种叹息 为什么会叹息呢 因为有种渴慕 有种无赖 无赖 只是禁王分 一个人不会死 就多么好了 但是人会死的 但是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情况呢 因为人里面有种渴慕 所以神 把这种永恒的渴慕 放在我们的里面 好像那个爱 爱也是一样 爱是好的 不过永远的爱才好 所以你要公主人结婚的时候 你会怎么说 公主你永远上爱 是不是 这个都是 当你公主他永远上爱的 就表示你心里面 对爱的一种渴望 这是与上俱来的 这个我相信 因为我有这种渴望 然后他怎么说呢 神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他一定为我们创造一个永恒 然后他就说明 好像神为一个飞鸟 造了一个翅膀 会飞的翅膀 他一定会为飞鸟 做一个天空 是不是 他不会给他一个会飞的翅膀 而不给他一个天空的 神创造鱼 可以在水里面 一种生命 可以游水 在水里面生存的 他就为他创造个大海 我觉得这个是好match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 好多东西都match的 神把我们的黑眼睛 能够看到七彩 好多色彩 你晓得这个 这个甚至好奇妙 我们的黑眼睛 看到红色 看到白的 看到绿的 他给我们一种看到色彩的本能 他一定在这个世界上 创造色彩 是不是 他给我们的舌头 可以有 尝 不同的味道 他一定会在世界上 创造 不同的味道 所以这个 我读到这篇文章 我觉得对啊 是上帝一定为我 创造一个永恒 只是我不了解而已 所以这个 在理性的层面 他帮助我一点点 然后在灵性的层面上 这是好个人 我记得有一天 虽然我信不进去 但是我没有放弃过我的信仰 所以我每天早上 还是读圣经 一篇一篇圣经来这样读 就在那个时间 我就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 那天早上 我也打开圣经 当时我就被这个问题 缠绕着 一看这个圣经 第一句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的父家 有好多住处 等等等等 就是那句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必再来 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你们也在那里 我读的时候 我好像上帝就借着这段话 来向我保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这个是 而且再来 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这是一个好个人的 我觉得耶稣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要欺骗我们 你看佛教 他去讲些什么人生的道理 都要好多人跟随 他何必要应许我们呢 但是他应许我们 是因为他真的是为我们预备 所以这个都是我自己解决的 关于复活的事情 不过这段的 这个是一个信仰的挑战 在我们的熟灵的生活里面 魔鬼撒旦 常常都在破坏我们的信仰 夺去我们的信心 在撒种的北域上都是这样 那个种子 要飞了来 把它拿走 所以这种种子 那个种子 魔鬼 常常用不同的方法 来把它拿走 有时候用阳光 阳光 这种暴晒 有时候用飞鸟 有时候用什么 荆棘 荆棘 那个世界的问题 就是唯一的目的 就是挤住你的种子 不让它生长 所以这个是一种 我们到今天 还遇到的降丽 就是一种群摸 乱母 就是在我们身边 就是要 魔鬼撒旦不介意 我们去教会 你就去好了 但是他介意我们 有没有信心 然后他介意我们 有没有忠心 上帝 效忠 这是台 这台是最介意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 我们的教会的领袖 这是刚刚中了魔鬼的诡计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眼光 都是看 这个礼拜有多少人来 好像牧师 这个有多少人来 心里面就满足了 五百人 六百人 一千人 好像就满足了 其实不是的 只要为越多人 假如他没有好的生命 就越焦高 虚假等于是 但我们来看看下一段就看到了 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信心 坚强的信心 在教会里面才有用 所以这个撒族盖人 属于这方面 下面撒族盖人 他们是问复活的事 他们认为可以用他们的 无懈可疾的问题 来拦倒耶稣 撒旦常用诡计 用问题来减弱我们的信心 有人这样提议 勉励我们 假如有怀疑来扣离的门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信心去开门 我觉得这句话 是很有意思 当怀疑来扣离的门 你就用信心去开门 不过耶稣在这次 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方法 当怀疑来扣门的时候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怎么来回应 我们回到刚才的那段圣经 耶稣怎么回应 耶稣的回应 他是好强硬的 好强硬的 他跟那些挑战他的人 不客气的 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 告诉他你们错了 这个是 岂不是因为你不明白圣经 耶稣好强烈的 不晓得神的大人 这是给他一种反应 反驳 人从死里复活 也不娶也不嫁 来像天上的十姐一样 轮到死人复活 你们没有练过摩西的书吗 也没有挑战他 你们没有练过吗 这是用上帝的话 你们没有练过吗 神对摩西说 我是亚伯拉卡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你们是大错了 这是耶稣对那些挑战 他的信仰的一个 好正面的 好严厉的一种反击 换句话说 他不是用信心去开门 他是用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这样说 你们没有读过吗 我们不是假定 上帝的话是假的 他说明上帝的话 才是那个根据 他清楚地表达他的立场 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也是一样 魔鬼试探他 耶稣也是用上帝的话来回答 所以用信心回答是好的 不过更好的 就是你里面 你里面有上帝的话 然后用上帝的话去回答 这是耶稣当时的一个回应 好 我们看另外一段 第四段 文士是代表什么呢 第一段 祭司长长老文士 是挑战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权柄 凭什么来做事情 另外 那个 法利塞人 那是叙利党的人 他是挑战 我们的效忠 你效忠上帝 还是效忠盖撒 第三 刚才 撒杜盖人 是挑战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心 戒命中 那是第一要紧的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紧的 就是以色列 你要听 主我们神 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 尽心 尽意 尽力 爱主你的神 好 就是爱人 于己 再没有被这两条 戒命更打得了 所以你看这段圣经 是完全没有问题 是不是 非常的正确 非常的正确 他还称赞耶稣 他说 晓得耶稣回答得好 这个事前面是称赞耶稣的 所以有人称赞你了 不要开心得那么快 他有一些问题是在后面的 其实我们在表面来说 没有什么 耶稣也回答他 耶稣也回答他 关于诫命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下面 这个文士 是律法的问题 因为文士是最擅长是律法 是不是 文士是精通律法的 所以从外表看 我们看不出文士有什么问题 他们说的都很对 但后来耶稣告诉门徒 你们当要防备文士 这个太完美 太对 对到无下可及的时候 我们更要小心 要防备 假如你看圣经的话 你会看到一种的情况 就是文士在当时 他喜爱人 尊重他 喜爱人 过重他 文士的问题是在于 他们利用 敬虚 熟灵的好事 去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满足他们的虚荣心 下面那段就是 圣经里面的记载 是讲 就是耶稣要他们防备的内容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为什么穿长衣游行 因为这个衣服 表现出他们的身份 他就招摇过世 喜爱人在街市上 问他们的安 因为一看见他穿的长袍 那些人就问他的安 老牧师好 有这样啊 什么好 这个是他们喜爱 喜爱人在街市上 问他们的安 又喜爱在会堂里的高位 言席上的守卫 他们春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做好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换句话说 文是好准确地知道律法 准确地明白律法 但是他们喜爱的不同 他们的行出来的不同 所以虚假 他们是代表一种虚假的信仰 虚假是最具破坏力的 会让人对正确的美好的事怀疑 因为文是太好了 他所表现的太好了 但是他有这种情况 所以对信仰就更不愿意投入了 所以耶稣说要防备这些人 今天这种情况多不多 好多好多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做牧师的责任好大 好像一个守门口的人 我记得好多年前 大概1983年 我跟 好深印象 因为那个时候是死者 死姐的那个三年一次的大会 第一届举行 我有去参加 我也去讲那个workshop 那我就跟一般的牧师在一起 都是大家有些认识 有些不认识 我们就每个人都介绍自己 我还记得那个 那个周祖培牧师 那个周祖培牧师 当他轮到他介绍自己的时候 他说 我是在使者做守门口的 这个守门口的 其实也好深的意思 耶稣也是守门口的 耶稣说我是羊的门 中国那些武林高手 都是要掌门的 谁是掌门人 掌门好厉害的 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好有意思 所以我也学他 人家问我你在脚身做什么 我是看门口的 一方面也谦卑 感觉上谦卑 不过守门就是好重要 把关 所以今天教会 好需要有人把关 就是说要拒绝 那些尤其是那些 什么都懂的人 完美的人 好完美的人 要特别注意 你知道我讲一件事情 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 你们都听过恶霸 好恶 好凶的人 叫恶霸 所以人家见到他 他就走掉了 因为他是恶霸 但是也没有听过散霸 散 散霸 有啊 好多散霸 好多散霸 他平常一百件事情都是好的 一百件事情 好到一个地步了 人人喜欢他 人人赞美他 好多friends 好多friends 好多勇胆 所以那些勇胆 friends 都是好喜欢他的 因为他是好人 什么事情都好有意气 好帮人 你去到他就帮你 但是假如他做 某些不好的事 你就不敢说他了 你怕别人骂你 你也怕 这个好人你也骂他 一定是你有问题 不是他有问题 是你有问题 你妒忌他 你怎么怎么怎么 所以呢 有时候 有时候会有 教会里面 有好多人 他是会 会做好事的 一直做 累质他的好事 累质好多好事 但是呢 我不是说 做好事不好 不过呢 你要小心自己 变成散霸 真的人家不敢碰你 不敢骂你 你 真的 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要小心 文事 是属于一种 懂得好多道理 在各方面 也可能 也可能 为什么他 expect有人在 世上问他的案呢 因为 因为 确实 有人敬重他 所以会问他的案 不过耶稣知道 他里面的缺点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 人家会随便给你 做个高位 高位不是随便可以做的 人家 你去到会堂里面 人家请你做高位 是人家请的 所以他一定有某种的 尊贵的力量 你知道他能够 去到高位 不过他喜爱这种 问题在他喜爱这种 不是说 所有高位都有这个问题 总是会有人做高位的 我去到中国了 我就做高位了 他请那个原席 我通常都坐在 那个主任 这个什么司长 旁边 都会有的 但是 问题在 你喜爱这种 你争取这种 就是在哪里 还有他虚假 这个都是一种张力 我们的人性 这是我们的人性 我们多少都有文世界 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对付的 有需要需要对付的 所以这四种人 四种人是在马可福音十二章里面 是列出来的 不过 读完这四种人 你记得下一段是什么吗 马可福音十二章 读完这四种人 还有一种人 这种人 读到他的时候好高兴的 是不是 我们来读一次好不好 一二三 耶稣对他众人 怎么投钱 路付 把好事 财主 往投了越干的钱 又有一个穷寡妇来 往里投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个大钱 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投入 妇里的 被众人所投的更好 因为他们都是积极有余 拿出来投在里头 但这寡妇积极不足 把他一切养生都投上去 读完群莫乱舞 好像出现一个天使 好像这个戒断圣经 好像那个光 好像一个光 一点点小小的珠光 注意较亮最黑暗的地方 光来了 所有的黑暗都要走开 虽然群莫乱舞 但是最后却有一个 美好的图画 关于这个穷寡妇的 耶稣特别对这个 穷寡妇有一个抬举 他怎么抬举呢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穷寡妇 投入的妇里的 被众人所投的更多 这个好明显 出现一个多少的判断了 两个小钱 一个大钱 怎么多呢 但是在耶稣的计算 一个熟灵的计算 耶稣却明明的说 他比别人投的更多 多与少 不是用你投入多少来计算 而是用你信下多少来计算 明显 寡妇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去了 所以他投的是最多 因为他没有信下什么 所以这个是一个 熟灵的一个角度 从角度看 这个寡妇被财主更富有 因为他能够在没有不足的时候 摆上奉献 你知道大卫 大卫王 一个王他是呼风万语的 但是你知道圣经 记在他建那个圣殿的时候 圣经是这样说 大卫他自己说 我在困难中 把各样的金银材料都奉献 而不是用他的名字 是用他的儿子 所罗门的名字 因为神说 你的手流过人的血 我不减少你去建殿 大卫说 没关系 是在我的名下 跟不在我的名下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这个殿要建造起来 所以他叫尽力的奉献 在困难之中 在新约的时候 也提到 好多真的奉献的人 都在困难之中 所以我们都有个经验 我们不是说财主不好 我没有提示财主的观念 不过我发觉 在脚生里面 支持脚生的人 都很少财主 都是弟兄姐妹 零零碎碎的奉献 其实我刚才说 那个三十万的 他也不是财主 他是两夫妇 四十几岁的 两夫妇 好平常一个人 有五个孩子 这个好年轻 不是好像大富翁的那一种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发觉了 好多真的有信奉献的人 都有这种观念 就是说 其实也有道理 为什么这个人就会成为富翁呢 因为他一毛不拔 一毛不拔 他类质好久好久 就成为富翁了 所以你不要 就是他太注重金钱 他才会有 这种的 这个钱的 这个类质起来 我自己 其实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买地方 我从来没有 我来到美国之后 我是在中宣 住在八楼 所以头八年 我们都没有 想要买地方 那后来上帝 呼召我们之前几个月 我的太太的同事 在北塞 买了一个 5千块 5千块 这个放上去 然后向银行开款 然后总之 他 最后他不住在哪里 是投资的 那个同事 他说 给完那个mortgage 给完那个mortgage 还剩下5块钱 所以我的太太就 因为我那时候 住在教会 那5千块 我们有 那我们就去 北塞 就是这样 买了第一个地方 在那个图上 这个 我们就买这个 因为我没有想到 去住的 就买这个 后来就 这个第一个房子 那我从来没有 想过要买房子 那后来呢 我想 假如我早点 我出来美国了 我就开始 投资的话 那就不得了 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 房子好便宜 好便宜 因为 我没有这个心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根本 没有这个 但是有心的人 就好厉害的 抓住每一个机会 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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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钱就越来越多 他必须要累置 他的钱 钱对他来说 好重要 因为那个钱 就是生钱的东西 所以你不要 期盼 那些 有很有钱的人 我是很有钱的人 除非他有特别的意思 不能够一概而论 我只是 大概的一个情况 但是穷寡妇 他们 往往都很愿意 我在我的 所认识的 奉献的人里面 有好多是属于 穷寡妇 尤其是些老人家 我对老人家的奉献 我特别感激的 你知道老人家 年轻人 他是 留着青山寨 哪怕没柴销 我这个月用完 我下个月就有了 我用完又有了 用完又有了 但是老人家不是的 老人家 真的有一个老人家 他知道我们的那个 CAM 我们那个蝶湖营地 需要一个WAN 一个十五座位的WAN 来 来结送孩子 他一个人奉献 好多年前 一个人奉献一个WAN 都没有名字的 全部没有名字 好感激 真的 这个 这个好美的事情 就是你在不足的时候 仍然奉献 这个寡妇 所以被称赞 因为他把一生的 养生都奉献 所以不是看你 摆上多少 是看你留下多少 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一天 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会有一种亏欠的感觉 我都没有机会 好好把上帝给我的财富 用在最好的事情上 我希望我不要去到那一个地步 求神帮助我 善用上帝所托付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 这个路加福音 这个第十二章 是很好的结束 群没练 黑暗 都是黑暗的世界 但是呢 却有一点点的灼光 教会里面也需要这种人 我觉得教会里面的影响力最大的人 不是很有能力的人 影响力最大的人 是那些软弱的人 你软弱的人 仍然极力的 用力的来侍奉 那是最感人的 是不是 有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家 他讲的句话 我常常都记得 他说 我的光很少 九十几岁了 我的光很少 但是最少 我能够照亮我旁边的人 九十几岁 一个没有能力 软弱的老人 他一句话 是可以让我记很久 所以在教会里面 不是你有能力 你做好多的事 而是你没有能力 你软弱 你没有 但是你愿意去做 那是最鼓励人的 最影响 第二个人 目录 都是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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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